手裡不斷咬著正在烘焙的咖啡凍 並嚼著記著 怎麼去辨別豆子熟成的程度 這裡是日前在巴黎河岸 宏集一時的咖啡店淡水分店 店長在上個月來到淡水開設分店 並取名為樂火店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伶俐的咖啡店中 以不同的經營理念 以及生活角度來做出區別 希望來到這裡品嘗咖啡的顧客 都可以快樂的享受生活 你可以享受生活 這個是一個好停車 這種重點的目的就是 基本上它不能離市區太遠 也不能太近 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 那基本上它要有一些特質可以吸引人家 我覺得這邊特質就是 這邊有很大片的公園 所以這就是一個 那時候我們包裝的概念 一直都是用這種方式來結構 來到店裡可以發現半開放式的格局 裝潢明亮再搭配前庭的原木地板 戶外咖啡座還可以遠眺淡水合景 整體氣氛非常舒適放鬆 而店長表示 面對智慧時代來臨 開咖啡廳除了擁有好的地點 味道之外 上網服務也變得非常重要 於是為了服務客戶 也與地方的寬頻業者 合作建置了順暢的Wi-Fi環境 可以的話就裝一裝 我也希望給客人可以上網 不然他們在這邊會跟我 有爭執 對 網路過慢 對 那 那 我覺得還不錯啦 速度真的還滿快的 不能發現二樓還有一些烘豆 與烘焙的設備 原來化工出身的店長 不僅僅會賣咖啡 還對烘豆及釀酒非常有興趣 並表示不久之後 這裡也將會開設烘豆及釀酒的課程 我課程已經都設計好規劃好了 反正PowerPoint的全部都做好了 就隨時 因為去年有人約我去南部開課 我就去了 東西帶了就去了 其實隨時都可以 所以你問我什麼時候 我就不要懶惰就開了 而且準備階段 現在準備階段 對 即將 即將要開課 我想說現在第一 現在這禮拜 禮拜三那個 我的烘豆機裝好了嘛 然後讓它上軌道 我想應該一兩秒到烘豆機就上軌道了 坎坎兒談的店長呂炳宏 面對生活有自己的堅持與理念 談到去年在巴黎店發生的社會案件 更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並表示事情總會過去 就看自己以什麼樣的心境去面對 如今來到這個新環境 就是希望把放寬心 享受生活的理念 帶給淡水的朋友 並一起去實踐 記者 許端毅 廖品涵 淡水採訪報導